一孤行 寻爱之路究竟能否视如人愿 两位老人最终要会行归何处 百姓条姐八寻老汉失恋记正在为您播出 原阳的合力给我们打电话说 因为公公李老汉的婚事 全家人焦头烂额 希望调解员赶紧去他们家看看 合力说 婆婆一年多以前已经去世了 想着公公李老汉年事已高 三个儿子们轮流把老人赡养好就行了 谁知半年前公公经人介绍 认识了附近村的一位刘女士 之后家里就开始不太平了 李老汉的儿子儿媳都说公公年纪太大 不太赞成李老汉找老伴 而在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中 还是有一个人始终在支持李老汉 他就是李老汉的三儿子小刚 小刚告诉调解员 他知道父亲年纪确实大了 但是更希望父亲在剩下的这几年里能过得开心幸福 调解员也觉得小刚的话不无道理 虽然李老汉年纪八十 但是看着身体还算硬了 咱做年轻人来讲 老人有个伴可以解脱你们很多问题 第一不需要你们伺候 第二有个伴 并不是说一天说老话三宝三岛他就行了 他要个伴他说话 听完调解员的话 一旁的李老汉大儿媳欲亲坐不住了 他说其实他们反对的背后另有隐情 欲亲告诉调解员 公共跟那位刘女士约定的是 刘女士以保姆的身份来照顾李老汉 李老汉每个月给刘女士一千五百块钱的生活补贴 两人不办理正规结婚手续 欲亲说他们就是因为觉得这样做不靠谱 才不同意两人在一起的 可是作为三儿子的小刚居然支持父亲李老汉那样做 和李说他们主要是觉得这样做不妥当 而且老人有事总是只跟三儿子商量 把其他人蒙在鼓里 那么李老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李老汉说自打老伴过世之后 他不想被儿子儿媳们嫌弃 就独自一个人住 本想着就这样过完这辈子 但是后来遇到了刘女士 两个人聊得来才动了在一起的心思 李老汉想图省事不办手续 两个人在一起直接过日子 调解人觉得这样并不可取 我觉得你要如果是说想找个伴可以 我支持你 可以吧 找个伴 找个伴 准备照理 可以 你找个伴如果儿女不同意 我来帮你 第二 可不允许你找一个保姆 和你在一块 听了调解人的话 李老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李老汉决定要跟刘女士登记结婚 这个话一出 边上的邻居炸开锅了 李老汉的儿子儿媳们会同意李老汉去登记吗 看着父亲态度坚决 李老汉的儿子儿媳们也觉得顺着老父亲 可是让李老汉如此眷念的刘女士 真的愿意和李老汉登记结婚吗 带着疑问 我们找到了在县医院当护工的刘女士 你现在怎么想 你现在怎么想 你现在老婆天天 我们家里小可好 这老头吧 反正是 随时大一点吧 你们的儿女愿意不愿意让你走内部 不是 你不反正是 你累了 你要给他说了 他猫想扭不开这个位 你不是家弄成吗 不自行 刘女士告诉调解员 现在两个儿子特别反对他跟李老汉在一起 一来是因为在农村容易招惹闲言碎语 二来两个人年龄差距太大 他比李老汉小了十多岁 那这么多的困难摆在眼前 刘女士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呢 听见刘女士这么说 李老汉坐到了刘女士身边 两人互相表起了态 两位老人 你情我怨 确实是好事一桩 可当调解员提出 见见刘女士的两个儿子时 刘女士却提出了个条件 我还怕你到时候咋着脑来 当时加仨你过 我还是该等个模样的 所以一千五你还给我一千五 他找我前头 只要是不叫我回家 我也回不了家了 你还想我没上你没要你 你还还放我呀 你看这个 你等一天 这就找两后人家 杀一千五一千五 别说的了 你还不说的 你做的就是别说了 你还别用过来 刘女士要求 李老汉在结婚后 每个月给他一千五百块钱生活费 这笔钱由他个人支配 用来作为以后生病养老的费用 其实刘女士的担心 不能说没有道理 毕竟李老汉已经八十多岁了 比他大了十多岁 他不得抢我 我找你出个钱 每个找你出一千块钱 出今天以后 因为钱的事 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 建策情景 调解员提出了一个建议 你考虑也对 你考虑也对 我们为了叫你们老两口 圆你们这个梦 咱这样 工资卡 把你的工资卡啊 交给老太太 由她来支配 你们俩的吃醋行 你们俩商量 剩下的钱 你存多少 那是你们俩自己来生 行不行 不行 考虑到李老汉每个月 有两千五百多块钱的退休工资 所以调解员提出了这个建议 反想着能缓和一下两位老人的态度 然而对于调解员的提议 刘女士却并不能接受 同时不接受的还有李老汉的儿子们 工资卡 你确定是 我们兄弟支配 工资卡 用你兄弟支配 叫他支配 好 你需要钱呢 我给你取钱给你 李老汉二儿子李强 和三儿子小刚都表示 父亲的工资卡 需要由他们保管 毕竟父亲年纪大了 难免糊涂 那刘女士提出的 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块钱 李老汉的儿子们 会同意吗 可以 那你要他一千五百块钱 那你住房吧 住房子 他们钱我可以送给他 工资卡 但是他不能拿 那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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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李老汉的儿子儿媳们 又因为要不要对钱 补贴李老汉和刘女士的事 产生了分歧 就在几个人在屋外商量工资卡 到底有谁保管的时候 刘女士也跟了出来 要是不忠 就败河了 要连你们的家务公司 这哪个都会 经验的 不公司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哪有主意的 公司 不是 就工资卡给他们 老三个人 老二儿子 老二儿子 也都听你 就是说 你们只要开结婚 那公司 看你拿着 就按照他来说的 行不行 好不容易 说服李老汉的儿子儿媳们 刘女士这边 又出了状况 公资卡给你 让你拿着 我都这衣服了 为什么 不能洗 我不都这衣服了 还有哪样 就有老手 大的肩 就这几个大肩 不叫救 公学老巢 有人是 你本机种种的 你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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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女士一改之前 决然的态度 不愿意跟李老汉 登记结婚了 你花十年了 十年也不多 你要三年了 你疼你走了 给我调这咋子 在你来教 你不算你 不要你 也会求我 咋子 咋子最好了 你来教教你 还是一定有 约翼率呢 还是一定年约呢 最好不过了 你自己的亲的 你生的 你养的 都可亲 你可笑 你 都比我 外来人强 我俩 我俩 他就拉走了 就去了 去了 你还有一样 以后你 可不可以 给我打电话了 你说 我也不跟你 打电话 刘女士 坚决要分手 李老汉 则一言不发 这个时候 原本一直反对 父亲结婚的 儿子儿媳们 则想着 再替父亲 争取争取 爸爸你啥条件 你才会同意的 我都不同意 问他 啥条件 我都不同意 你 你的东西有变化 你的变化 你不听了 家门有变化 咋不得 你放在家里 放在家里 啥条件不同意 要如果分了 我们就不去找你的子女了 不用去找了 你们俩心里难受不难受 像台湾就不难受了 见刘女士态度坚决 李老汉虽说 愿意跟刘女士分开 但是能看出来 李老汉还是有些怅然若失 李老汉的两个儿子 赶紧上前 宽慰起父亲 爸 你也看错了 爸 别挂太快 这样吧 对 咱回家 早过咱的 你想自己住来 就自己住 你想去 自己住来 就去自己住 行 咱几个家 这些这些都少玩了 咱如果 咱俩人穿老衣服 嗨 别个觉着我 我一直找我女子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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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你 那次我就叫你 不认识 不认识 行 你给我改了 我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我啥字 我说我 我找人 我以后不找你字 我认识 我认识 那就看你了 八十岁的李老汉 跟着两个儿子回家了 他找老伴的愿望 没能实现 其实李老汉之所以 要在八十岁找老伴 更多的是因为孤独 希望孩子们 能多陪陪老父亲 让他在往后的日子里 老有所养 乐享天年 跟老伴 那 跟老狩 听 听 听 感谢观看